人要学会看自己什么时候要倒霉了 什么时候会顺利了 师父教你们看 首先要倒霉的人 不顺利的人 天天会发脾气 看谁都不顺眼 觉得活得没意思 总觉得别人都对他很冷淡 不愿意跟别人接触 这种人又有自卑心 又有自尊情 又不肯改变自己的观点 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学佛早班说 师父说 倒霉之前一般都会有延续性的 在这几个月会变得非常执着 根本不想听别人的意见 师父还说 当这些情况出现时 于是你很快就要倒霉了 接下来让我们看几则精彩的同修分享吧 首先 这位同修分享到 观世音菩萨慈悲 现在我做一下生胎里素宝宝的分享 包括素宝妈们关注的孕期吃什么 以及月子餐 希望更多宝妈能够坚持吃素 让更多人受益 感恩师兄的分享 1. 孕期分享 我是1990年的宝妈 这是第二胎 怀孕前期 呕吐反应 吃不进去太多食物 怀孕前几个月瘦了很多 因为吃不下东西 买了孕妇奶粉和蛋白粉交替喝 产检时 医生给开的一些保健品 平时会喝豆浆 五股杂粮等 这些都加入打豆浆 再就是吃孕妇专用甘果 那种已经搭配好的各类甘果 建议大家孕期 也多吃当季水果蔬菜 豆制品是一定少不了的 因为吃素又呕吐 吃不进东西去 所以我怕宝宝缺营养发育不好 事实证明 吃素没有影响宝宝的健康发育 2. 月子餐 甘婆婆在月子期间细心照料 直到我不吃荤 她换着花样 做蔬菜豆腐和小米粥等 3. 顺利生产健康宝宝 孩子提前一周出生 因为孩子期待绕颈两周 且养水有点少 医生建议提前催产 打催产素后 约一个小时 出现紧急情况 胎心不稳定 临时决定剖腹产 手术过程中 我念观世音菩萨圣号 师兄们随缘注念经文 顺利产下五斤八两素宝宝 剖腹产第二天 我就已经下床上洗手间了 并且没有想象中的疼痛 而且身体恢复的比普通人都快 毕竟剖腹产是手术 我自己都没有想到恢复得这么快 真是大大的惊喜 法喜充满 素宝宝安乐一养 非常爱笑 两个月后 我自己晚上带孩子睡觉 孩子能睡一整晚 晚上饿了 会闭着眼睛找吃的 吃上母乳后继续睡觉 让我有很多的时间和精力 念经红法 生孩子后 我还学会了做图片红法 非常的感恩观世音菩萨慈悲保佑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吃素 并且希望我的分享 能够让更多的人受益 感恩观世音菩萨慈悲保佑 感恩龙天护法菩萨慈悲保佑 感恩恩师慈悲保佑 分享结束 如果有不如理不如法之处 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慈悲原谅 同修自己的业障自己悲 不让师父悲 不让师兄们悲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师父讲一个小故事吧 在1809年 我将来一定要学习做律师成为一位为穷人捍卫尊严的律师 这一年他大学毕业了 真的成为了一名律师 有一天皮尔逊早早的出门 他今天要为一个穷苦的农民夺回属于他的房子 可是糟糕的是他的马车被堵在伦敦的街上 眼看的就要开庭了 他只好跳下马车向法院狂奔 案子胜诉了 可是皮尔逊在回来的路上陷入了无尽的城市 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跑着赶往法院 望远望去 细细囊囊的伦敦街头 好像车辆的海洋 皮尔逊预计 随着伦敦的发展 车辆肯定会越来越多 那时候肯定会出现更加严重的交通问题 如果突然有病人急诊堵在路上 有马上要急救的病人 他们可能会死在路上 学生的上课了 工人的上班了 他不敢再往下想了 有一天皮尔逊又在思考这个问题 突然他突发奇想 他想如果能够将火车开进城市 不就可以缓解城市的交通压力了吗 火车速度快 载的人多 可火车那么庞大 城市的马路都会被他占去 那不更拥挤了吗 1847年 皮尔逊干脆辞掉了律师的职务 独自在家 潜心的研究这项伟大的计划 这时他已经是伦敦知名的律师 但是他不去 执着那些很高的收入 他辞掉工作去研究火车 真的让人无法理解 为此朋友说他疯了 家人骂他傻子 妻子也因为他不务正业和他离婚 但是他没有改变 几年过去 皮尔逊因为没有正式的工作 他成为了一个穷困潦倒的人 有一次他半夜起床上卫生间 他发现墙角有一个老鼠洞 而且一直通到墙外 有一只老鼠正在洞里跑进跑出 皮尔逊自言自语地说 老鼠真是厉害啊 不但能在地上活动 还能在地下活动 刹那间一束智慧的火花在他脑海里一闪 如果能让火车跑在城市的地下 节省地上的空间 那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1850年 皮尔逊的设计方案终于出炉了 但他交给了伦敦的市政厅 方案没有被采纳 直到十年之后 伦敦的城市的交通拥挤到 已经无法解决的时候 他的设计的城市地铁系统 方案才被重新提起 获得通过 1862年 世界上第一条地铁在伦敦诞生了 第一天的乘客就达到了四万人次 整个伦敦的交通突然间畅通了 死后不久 世界各国拉开了新建地铁的序幕 地铁也成为当时世界上最伟大的创举之一 我说这个故事就是告诉大家 我们学博人 有时候不管别人怎么对待我们 没有关系 要经常反思自己 我们是不是每天在精进 不要浪费时间 多数人的失败不是因为他们的无能 而是他们的心念不够坚定 很多人学博念几天经 拜几天佛 一看菩萨怎么不灵啊 我怎么求了不灵啊 就不好好修了 实际上 世界上最可怕的事不是做错事情 而是错心啊 当做错事情了 我们可以改正 但是你的心错了 你还会继续做错 感菩萨 感恩师父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 让我们在一起听师父的几句 佛言佛语 如如不动是总刚 以静置动是为上 不变应变很稳当 一生平安心不慌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学佛早班车的内容 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元气满满 迎接每一天 加油吧 学佛人 同时也期待明天同一时间 与您在这里再次相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